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生活广角镜节目 肉夹馍是中国北方一道非常有名的小吃 本期我们的嘉宾是四房菜厨师Jenny 我们请她来为大家做做看 Jenny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大家好 那Jenny,关于这个肉夹馍,如果要做的好吃 在家庭制作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呢? 肉夹馍顾名思义 馍和肉是最主要的两个部分 那馍呢,要外酥里轩,有层次 肉呢,要软糯多汁 这里有很多技巧 下面我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带皮五花肉切成小块 每块一厘米左右 中筋面粉 面粉和肉的比例是 一斤面粉配一磅肉 或者根据自己的口味调节 青椒一个,一把香菜把它们切成丁 葱,姜,小红葱头 大料,桂皮,香叶,花椒,干辣椒 把所有干料放入料包里 白酒,老抽,酱油,料酒,糖色 胡椒粉,糖,盐,冰糖,酵母粉 好,首先我们先把肉焯一下 倒清水,要凉水 把肉没过来 我们上火给它焯一下 开锅以后我们撇去浮沫 然后就给它捞出来 好,我们现在把热水倒进来 把肉洗一下 把这个肉控出来备用 开始我们炒肉 倒一点点底油 大块料先炒一下 然后把肉放进去 加上白酒 加酱油 胡椒粉 糖色 再加一点老抽蹄色 现在加料酒 开锅以后把葱放进去 把这料包加进去 盖成盖 关小火 焖40分钟 现在开始和面 加上酵母白糖 好,我们把它盖上 醒5分钟以后再揉一下 准备30克的面 加一点盐 好,我们现在开火热油 把油往面里头倒 把它搅和匀了就行了 我们调一下味 把盐倒进去 然后我们把火开大 让它收出汁 汁不能完全都收干 这个面的软度大概就是这样 好了,我们现在开始 把面擀成一个长方形的 加上油酥 看这油酥金黄色的不好看 用刷子把它抹匀 前面要留意一排不要有油的 这样最后封口的时候 以免它粘不上 好,我们现在开始卷 卷成卷 我们往前卷的时候 往后瞪一下 这样它会剪得紧一些 我们现在给它分成剂子 好,我们现在把它两个口封上 然后就这么一按 就变成一个饼坯 拿一个烤盘 我们把底下刷上油 然后我们做的饼坯放在这里 表面要给它刷上油 好,我们现在拿个薄膜把它盖上 放一些底油 把饼放进去 给它盖上 来回来去的饭 都给它烤成金黄色就行 两面金黄色就可以出锅了 把青椒给它加进来 现在我们把饼先把它切成口 这里边是一层一层的 很轩软 外层是酥脆的 然后再把肉加进去 加一点点香菜 然后再来 肉加馍好了 你来试试 呀,真的是不错 好,我来尝尝看 这肉加馍非常的好吃 外酥里嫩 而且这个肉呢 非常的软糯多汁 正像我们这个杰妮说的 很好吃 可是大家也看到了 肉加馍的制作过程呢 说简单也不简单 说难呢也不难 但是我相信大家通过看我们这一期的节目 一定会知道在家里怎么制作肉加馍 好,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次见